我在大概一米鬆一點的高度 整隻落體 只有Outwalker 造證人 但是呢 竟然是沒有一塊是難度的 如果這隻Iron Man 在幾年前出呢 是啊 是啊 輪產品和性價比質感都非常好 好 OK 沒錯啦 終於有機會出場了 多謝阿 不是 多謝這裏 借個地方給我們 多謝7 多謝阿德哥 給我機會玩玩小小東西 好 接下來就介紹一個剛出間的 又是VOLTUM之外 到這隻Iron Man DLX VOLTUM系列 已經玩了很多款 即是很多次的 那我想應該應該差不多8、9至10隻 差不多 那這次就終於出到一個 我認為比較主角機的款式 就是Mk7 好 大家如果 in case 不熟悉的 這系列的朋友 都可以看看這一部份 因為除了是新款機型之外 我也會講講 這個DLX的系統有什麼特色 好 這個Boxer 基本上都是用實物 再修整一些圖片 所以看得是疑幻疑真 有些有漫畫的感覺 但又不是漫畫得完 不是什麼得完 好打開是沒有東西的 因為應該出來了 好了 麻煩Ricky 這樣擺 好不就好些 其實這個狀態 我們已經開了燈的了 有看到嗎 看到 開了燈的了 即是已經 開了眼燈 以及 胸口燈 都做了一個 時間關係做了一個 爆地的動作 即是說 爆地是沒有難度的 爆地是沒有難度的 那麼 而且這個系統 這個系列 都出了好幾隻的了 即是去到這個階段 是頗為成熟 只不過是在玩一些款式 還有玩一些 會不會有些改良的情況 是不是新出的 是新出的 所以這個Mk7 我覺得是有少少分別的 和其他機體 因為呢 大家記得Mk7 是其中一隻 我略為撞撞撞的 所以待會我們 加一些配件 你都會發覺 是比較多一點的看 這個主角機 我覺得這隻 都會比較受歡迎 好了 爆地之後 不用說了 那麼 變回不爆地 這個DX 最多人 最多人 叫做 欣賞的地方 就是 它用了很多不同的關節 拉伸 很緊的 塞鋼 令到整個可動 和外形 是拿到一個比較好的平衡 現在我把這隻腳縮回去 那你就會看到 整個呢 就沒有穿崩 因為剛才做爆地的時候 我們需要把大腿的寬關節 拉出來 這隻腳縮回來 那現在呢 變回正常狀態 你就已經覺得 沒有什麼 就是沒有什麼遺憾的了 好了 那這個Mk7 不想說過 最比較特色就是 它有四隻的 這樣一張開完 就 好看的了 那現在 是不是叫擾流器 可以這樣形容 因為其實呢 很多個 Ironman的款式 都是 跟佛拉理 或者方程式的方法 去設定 我們看看背脊 這隻背脊 裡面那些 剛才德國說的 擾流器 或者我叫做翼 打開它裡面的內籠 它都是做了一些細節的部分 對 還有這一款是四隻 就是和Mk7 覺得是大隻少少的感覺 主要是在肩膀那裡 多了那些 隱藏的 機關炮 或者火箭炮的部分 有不能換件嗎 有的 那其實呢 你玩開來就知道 其實都是前臂 肩膀換件的 對了 剛才做了這個 大腿拉伸關節 這個是最重要的位置 因為如果不拉伸 其實有很多動作是做不到的 那個 燈的燈仔在哪裡 三口呢 就在這裡而已 有一點指甲 哦 直接按進去燈 是的 但其實我也建議 是希望可以用磁控的 第二天 因為頭部 我們仍然是需要打開的頭部 就把它關燈 我先關它 那你學啊 Walker華齋呢 就要少少 就是 少少這個 指甲 是的 然後才可以出來了 那其實還要退一點點位置 剛才我都弄了一陣 那我怕會弄回去 那我怕會弄回去 那不要關燈 那不要關燈了 那燈開這個 兩個在一起 那前部分呢 肩膀的裝甲 剛才看到這個 我不是弄掉了 其實可以做一個 就是 拉開的動作 那有什麼用呢 那大家很明白 玩去玩具的朋友知道 都是這樣退開 那肩膀的 就不會阻礙 那其實這個系統 不是第一次玩 或者看影片的 師兄們都知道 這個不是什麼新的 不過呢 可能真的 都有一些朋友是適合玩 或者還沒認識這個牌子 或者有些系列 就可以看到 那肩膀的裝甲 是不是掉了 是掉了 剛才我們扯掉了 因為它是一個拉伸位 那可能膠水不夠硬 那我們 我自己弄掉了 那其實 按下去黏起來 都很簡單 沒什麼問題的 我不太明白 為什麼工廠的膠水 是很實的 這些就是 有時候是QC問題 這個呢 我先看看 盒子 我看看它是不是一個 相片 因為我常常都是相片 好了 如果大家還沒體驗 Iron Man 的話呢 這隻是吸引的 其實是 這隻是漂亮的 這隻Mark 7 是比較有特別的 哇 看看一系列的配件 這個呢 這是什麼呢 其實是在屁股的位置 是可以拆的 不是懶的 拆了之後 就放在stand上 哦 是的 就是用來擦桌子 是很帥的 好了 看看配件 看看配件 這隻好像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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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多一點 1 2 3 4 5 2 4 5 哇 十十四件 是的 我覺得是比平時的款式多 認真說 是的 這些全部都在換件的狀態 怎麼換呢 其實很簡單 真的 玩開Hot Toi 玩開SHF 都是他們喜歡用換件的方式 為什麼呢 在工程上是簡單一點 不是十四 是十六件 剛才我看到Ricky有一點疑惑 手可以換 叫做 叫做什麼 發彈手 發炮手 其中一個亮點 Mark 7 就多了肩膀 這個位置 它的手掌是留在一個洞 給你換的那些 對 安的那些叫做效果件 那些叫做火 是的 就可以 如果你不安裝下那一件呢 這兩個有什麼分別 一個是安裝到效果件 角度不同 不是 這個兩個是角度不同 兩個都是洞嗎 對 兩個都是洞 但是兩個角度有點不同 那有一款手 這些呢 這些手是沒有洞的 OK 就是用來做造型 這個就是發火 不是發炮 發火手 就是做到發火了 那我首先拿了一些換件部分 出來 那手那些 不多說了 比較多 那手那裡 就換了 前臂 就像我所說 現場做節目呢 其實真的挺考 我們的 各樣東西的 不說那麼多 開了 那開了前臂位呢 那有分左右的 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它廠方 已經將左右 已經預先做了一些 叫做 不同角度的配位 其實就不會撈亂 撈得亂的 如果撈得亂 就是 天才來的 看看我不是天才 先 可能是天才 可能的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撈亂 有了 剛剛才弄了 可能自己用一些A架 是啊 也一樣 也一樣 是啊 剛好讓我們一開球 再一般 煎出 有時候就會 所以這個弄完之後是比較多玩法的 行不行? 很固定 行不行 不過其實最重要的 因為有時候你怕弄壞東西 就更難玩到 左右有沒有弄完呢?我不知道 這款更有玩法 就是肩膀在這裡 師兄問 Mark 7 是不是應該鮮紅色 我想 你看看你喜歡怎樣的 因為在電影裡面 它比較深色 通常那個時候 那些Marvel電影 全部都晃晃晃晃晃的 但如果你看回電影的道具 其實是鮮色一點的 你想跟著道具 還是想跟著電影效果 這個畫面 這個真的比較多 拳頭手 同時有更多武器 這個又安裝了 嘩 Mark 7 是比較厲害的 所以如果是貪多配件 這個也是你的選擇 我肩膀還未弄 因為我尿不開那個位置 我怕 你不是的 你不是的 不過這個我怕我會堆壞 所以最理想的 有個Blue Tape 黏它出來 有啊 幫我幫我 我再找了一會兒 但你不夠力 行嗎 行嗎 真的有用的 連指甲連Blue Tape 一次過就會很好 因為指甲你怕刮爛 有Blue Tape 有少許黏力加上那個 先弄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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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你說 先弄一邊 嘩 Laf 對了 應該是先弄一邊 現場裝得好一點 嘩 還有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嗯 這個 這一塊 說明書是沒有的 要靠自己的想像力 拿個盒子來看 什麼 拿個盒子來看 這個時間我再開一個 嘩 這次Mk7的配件是多一點的 是不是貴一點呢 其實價錢是一直有微微調整的 其實不是每一款都是同一個價 有少少出入的價錢 因為真的時間關係 我們又想做多幾個開箱 所以就 少少來一下 這裏還有配件 這個大腿 對 還有大腿配件 這裏還有一個位置 是什麼來的 你看看 這個圈好像 好像這個 這款是真的多一些配件 說真的 認真說 因為沒有說明書 我剛才也想了一陣子 我是不是弄壞了 原來不是弄壞了 這款真的可以把大腿的配件 拔出來 因為我經常都弄到 掉了它們 嘩 這個真的很多炮 這個真的 會不會是第二隻腳 嗯? 是剛剛的左腳 是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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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很暴力 好像Gradator 想不到有這麼多東西玩 對 嘩 暴力因子都出來了 好 那我換不曬了 時間關係 我換了這麼多 因為今晚有了很多節目 好 那我裝上肩膀 就 就 就 擺個漂亮姿勢 就 跟大家 買了尾 德國很少這麼做 德國正在準備另外一個 溫習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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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的多東西玩 這個 我覺得很好說 對 對 有人說 Gary Ho 啊 畢竟都是Ironman七子的腦袋 對 這個腦袋來的 對 這個多東西玩 好 OK了 這樣就算了 擺得不是很帥 我不是德國 好 好 平台線 這個基本上呢 它就 肩頭 有換件 即是肩 肩位的換件 另外呢 前臂有換件 拳頭前方的護甲有換件 就是多了這個 至少多了這個 多了這個 另外呢 大腿多了換件 這個其他款式是沒有的 所以這個呢 是不是貴一點 不知道 貴幾十塊 其實也多了一對 是不是 所以整個呢 這個是真的認制 是形態的 這個 會不會塗在背脊 對 這個要 在背脊 基本上就有這麼多東西玩 所以這個Mk7 我就覺得 真是 即是如果你儲開 你Mk6 你都買了沒理由不買Mk7 哎 七指摸一隻 又或者是3-0的 要不是你只想買一隻 就買兩隻 我剛才做了一個實驗 但是沒事了 我在大概一米鬆一點的高度 整隻落體 只有Outwalker 做證人 在落地下 是散開了這些東西 但是呢 竟然是沒有的 是難度的 哈哈哈哈 我們給我Stand 如果Stand 螺絲不夠緊 大家聲門照耳 Stand 向前扣 整隻這樣正面落體 但是拼起來就沒事了 那原來呢 這隻Mk7拼起來呢 是有這麼多隻翼的 那隻翼呢 翼有翼中有翼的 這隻前翼呢 是還有一個這樣的 位置在這裡 還有現在是開了燈的 即是開了門燈 還有 那這個是差不多 就是Full Gear 全部武器打開了的狀態 那隻翼打開呢 就是這樣 那我轉個圈給你看 那這隻Mk7真的有的設計上 有點不同 你看背部 它這個位置 好像昆蟲一樣 即是上面的翼 之後下面那個 還有最翼的位置 這個背部真的 我覺得是 是革回票價 而且真的 不知道會不會貴一點 我不知道 但是這隻是多配件很多 先看看 你喜歡FreeZero的比例 我覺得比較重 是 其他品牌 就算是1比6 都會撩長 輕輕鬆鬆的 就是好像不太 質感 這個就像有人穿的衣服 對 質感好 還有這個呢 多多知道前面 拳頭護甲那一支 小的音色砲 還有兩支效果件 所以這個加起來 是特別多配件 還有 裝備和變化力 是相當多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 真的還回到它的功度 有FreeZero的Duel X Mark 7 剛剛就出門了 這個 是不是7 7 8就過了 其實最初起步都7 8 後期7 8到尾 但是我想不會過8 8 這個是肯定多了幾個 五六件PASS 那些效果件多了 起碼兩個 所以這個我覺得真的挺漂亮 還有真的 做個自由樂體 是可以 保難的 保難的 是玩得過的 所以這個是要贊一贊的 不過要 時間是關系 我們到下個節目了 好 一會見 Hello 我叫SaiSaiBus Living Plan 你在看的是Toys TV